习近平的防疫政策突然做了180度的大转变 大家非常好奇的是 本来在二十大之前你还讲说我要共同呼吁 你没有那么在乎经济发展 甚至你在等于说在谈到了风控的时候 你说这条路要踩到底 可没有想到短短的不到一个礼拜之间 居然全部的放松了 你现在看到很多大白的衣服全部都丢在垃圾桶 现在很多小区风控的那些栅栏 全部一个一个的拆掉 本来严密的风控现在突然的放宽 你会看到的 在中国现在流传的一个帖子里面 讲说广东现在根本发不出钱来了 广东现在到处给欠条 也就是我没有办法发钱给你 发钱给你我就给你欠条 如果连广州的地方政府都没有钱 那就代表全国都没有钱 广州是全世界 全中国缴税大户 如果广州缴不出税 那东北你就不会有钱 去付你的年纪 如果你没有钱去付你的年纪 那中国一定大乱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说现在中国因为长期的风控清零 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出现了他们不工作 不学习 不经营 不消费 待在家里等清零 然后坐吃三空 而且从这些数字更可以看出来说 你不管说它的PMI指数 非制造业的商务指数 综合PMI指数 全部都是雪崩式的一个下滑 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本来就已经面临到了一个 中等收入的陷阱 而中等收入的陷阱 如果你跌到了某个不可反转点的话 你就再也回不了头 最近有一个统计 恶物战争三百天 全球经济的损失八十六兆 可是现在更可怕的是 中国疫情如果再来的话 那就更可怕 而且刚刚董事长讲说 为什么他现在要开放 是因为我也不得不开放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去做PC 我已经没有钱去做快三了 而且我这老百姓也受不了了 更可怕的是 你说中国的经济真的要崩溃了 而且我认为说习近平这次会开放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之前的这个工人的这个运动 还有包括说像白子革命 让他不得不屈服 为什么不得不屈服 第一个人民已经快要坐不住了 另外第二个是 中国整体的这个财政相当糟糕 这是中国政府的整体的这个财政赤字 今年高达7.75兆人民币 折美金是1.1兆 这是相当开玩笑 这是很多很多钱 政府的收支已经出现这么大 税收都没有 中国的赤字1.1兆 而且是1到11月 所以他怎么办 他现在只能说 好我要赶快尽快开放 虽然在15号16号的时候 中国举行的 他们中央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这一次 我就觉得习近平完全不一样 他这一次最近真的是 除了疫苗政策大松绑之外 他的嘴脸完全就不一样 共同富裕 没有共同 这次没有讲到共同富裕 都没有讲了 他这是讲什么 他说 这个企业家 还有民营企业 还有民营企业家 是自己人 是共同富裕 他说 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那也是在民营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 所以他现在就说 我支持民营企业 那不是 你不是要国进民退吗 没有 这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国进民退 这一次也没有提到 所谓的什么共同富裕 都没有提到这个 然后他还说什么 后来他还说 我们要支持平台经济 大家完全傻眼 你这几年不是在打压电商 那国进民退 你现在完全反过来 就是说我们要大力支持 这些平台经济 你看 甚至这样 这几天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阿里巴巴 这几年已经没有 没有这个官员敢去了 结果没想到 新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 他就去阿里巴巴了 所以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现在 中国是完全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完全转弯 就是因为疫情 因为经济撑不住了 他必须要放宽 放宽之后 他现在赶快来拼经济 你早知如此革命当初呢 但是因为那个临界点已经到了 我跟大家讲 你看看这个11月初 当时民众的这个抱怨的程度 还有这个白子革命 你想如果再封个半年会怎么样 封个半年 搞不好这些民众 就真的上来跟你拼命 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临界点到之后 他不得不松手 所以松手的代价就是 大家撑这几个月 你们要这样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吧 用命来拼 没办法 只能够这样子 因为中国没有招数 甚至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还非常有意思哦 你看中国这个 这个官方的说法是说 我们不是要开放 我们要加快开放 现在不是在说吗 不再开放 加快开放 中国明年1月3号的时候 要全面开放入境哦 而且调整为0加3的政策 所以这个 这个政策来说的话 是相当激进的一个政策哦 等于是他真的 连你进来我也不要管你了 林家山不关了呀 对我也不要管你 所以他现在做的反而是 要做我就做到最绝 我什么都开放 他玩都这么绝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就是这样 他要转向之后 就是转得非常非常坚决 你看之前大家都不敢去阿里巴巴 现在马上他一说之后 这个意恋啦 马上就去阿里巴巴 所以你能知道事实上 中国政策转向 就是完全全面转向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们跟你讲 中国内部经济 真的是摇摇欲坠之外 他不是还搞了这个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时候 他今年11月17号的时候 你看习近平不是在跟这个 印尼总统左柯威 这边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亚温高铁盖得做非常好 他花了这个2000亿台币 就没想到 这个试车的时候 就严重脱轨 造成了七个人死上了这个状况 他当时花了很大的代价 在印尼上面把日本的厂商给赶走 硬是把这个给抢下来 抢下来2000亿台币的这个工程 你居然四车就脱轨了 然后脱轨就造成人为死伤 人家就说 这个到底安不安全 所以大家事实上 现在中国真的是 一个头两个大 内外交迫的一个局面 那不止内外交迫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中国真的不得不放 你看他们中国最有竞争力的 小米 小米你看他准备要裁员 中国区的这个个别部门 要裁员75% 这么高 那网路部门要裁员40% 另外整个员工数来说 整体员工裁员15% 大概有5000人会受到裁员 那其实今年了 中国已经各地各地都不在裁员 像华为已经也不要拼 不招生了 不招生 那目前为止整体的中国 你看中国的这个 不论是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或是整体的失业率 都在往上升 甚至是整体的年轻人失业 都在往上升 你光是看到这个数字 你如果还要继续封下去 你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 习近平显然是心知肚明 所以在12月7号 他就索性 好啦那要放 那我就知道完全给你开放下去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为什么 他不得不开放 因为他知道 全世界恐怕面临到更 他如果现在不开放的话 全世界经济糟的时候 他会更糟糕 你看这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昨天讲到说警器的玩笑 Intel和Growth Founder 他们现在都要大规模的裁员 而且今年 美国科技产业会突破 才10万人 甚至连这个大摩花旗之后 现在连高盛 高盛是多么好公司 他也要裁员 甚至连这个百事可乐 他也要裁员 所以他现在全世界 现在都在裁员的浪潮之中 所以如果 而且你说台湾的无薪价 也在增加当中 目前为止 无薪价已经来到了1.7万人 所以我才说嘛 台湾如果真的 这一次中国没有开放的话 全世界经济在严重下滑的时候 我觉得习近平同时遭遇到 这么多的打击 我觉得他政权恐怕会真的摇摇欲坠 我们看到习近平突然180度转变 露了一个新史条 新史条 很多的风控啦 整个筛检啦 全部都放宽了 他想说习近平突然做这么大的转变 二十大的时候 你不是还踩得很紧吗 有人讲说 你被白色革命吓到了 你被富士康那个工人革命吓到了 但是 今天出来的更可怕的数字是 地方真的没钱了 广东现在到处打线条 广东都没有钱 就代表他全国没钱 更可怕的是 我看到这个形容 中国人现在变成 不工作不学习不经营不消费了 宝洁原本在二十大的时候 那时候习近平说 要以人命为至上 所以清零绝对不会松手 结果没想到 最近就完全松手 而且没有任何准备 现在国外都说 你可能这个冬天会死160万到200万人 有这么严重吗 你之前还说我最重视人命 现在完全不重视了 为什么完全不重视 宝洁很多人就说 他被白色革命吓到了 然后他之前的彭丽媛 在泰国吴赵庆森 让中国民众很不爽 然后青年人失业率非常高 那整个中国经济不好 但是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习近平看到一个 更恐怖的事情 他把中国人 清零清到什么 清到完全懒惰了 中国人完全懒了 中国人不是很侵犯的吗 为什么 因为被关在家里面 你看这形容得非常好 人们因为在一直不断 不工作 然后不学习 不经营 不消费 然后待在家里面等清零 所以这不就是坐吃山空吗 所以就中国人 关久的时候他们慢慢也变得 狼性都完全消失 变得越来越懒了 全国躺平 大家不想工作 那不想工作的时候 包姐 接下来这段时间 正是中国要超越美国的最好时间 就你在这个时候 大家完全躺平在家 等清零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 完全可能会完全失速往下坠 这是习近平看到 糟糕 我再封下去的话 我梦中想要超越美国的梦想 完全会破灭掉 好 市政委陈旗调说 中国其实现在面临一个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它可以突破这个陷阱往上飞 它真的可以跟美国比肩而行 可是它如果上不去 它跌下来 它会陷入长期衰退 没错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 照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说 1万你会停滞非常久的时间 如果你能冲过去 就永远冲过去 冲不过去 你还会倒退路 那现在中国 有点逗退路的感觉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PMI指数 PMI指数就是采购经历的 如果我们只要看 它是在50以上 还是在50以下就好 你可以看到 这四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已经跌落到50以下 5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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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整体来说都是50以下 所以告诉你 中国的非制造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都在50以下 那告诉你什么 中国现在是经济全面 所有的火车头 全部熄火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们知道 他们说很多店铺关掉了 很多餐厅关掉了 很多商城关掉了 你还感觉不到说 那个到底流口不 如果按照这个 非制造业的PMI指数 它已经掉到45.1了 所以所有制造业 非制造业 还有包括说农服务业 全部都是完全熄火 好那尤其是 对中国来讲的话 现在整个内需火车头里面的 房地产 出了很大问题 保健 那出到多大的问题吗 连许家印 最近都传出他跳楼 许家印的跳楼 是真的还假的 保健 这有人说是真的 有人说是假的 但目前为止来说 应该是真的有 跳楼这件事情 只是说 他跳楼层 不是从很高 往下坠 是这样子的 这个几个楼层而已 也就是 他跳楼是真的 但他寻死是假的 对 那为什么会跳楼 这件事呢 主要是12月2号的时候 当时突然之间 广东的 广州的这个月秀公安 在官方微博 就PO出了 许家印三个字 大家就觉得奇怪 公安干嘛提出许家印 那许家印三个字 大家想说 那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公安会PO出 许家印这个名字呢 那当时就有人说 听说当时 好像公安有人的集体 跑到恒大的总部 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他们还拿了 这个仪式是什么 你说恒大出事了 对 公安冲进去 那还说 仪式有人说 拿了这个防跳 垫到那个地方去 铺在地上面去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后来没多久 就网路上就有人说 许家印跳楼啦 那当然说 到底许家印真的跳还是假跳 后来就说 不是他跳 他是怎样 他是被债主逼急的 穿岩当天 他们在那个地方 跟债主在开会 在开会的过程 债主 对开会的过程里面 债主一直逼他说 你钱要还我 钱要还我 就他被一直逼 逼急了之后 他就没想到 他说你不要逼我 你就逼我要跳下去 对 他跳下去 他就真的要跳下去 他跳下去的楼 绳子有两层楼 而且再跳下去 两层楼的时候 他的员工已经把 店子准备好了 你说他准备要往下跳 你再来我就要往下跳 结果没想到 当时他的秘书 赶快call给公安 公安就赶快来 来了之后 他可能疑似看到公安准备好 就往下跳了这个状况 想要减轻大家对他的压力 好结果没想到 但他被逼跳楼是真的 对 他举手的很急 他最近都被迫 要卖掉恒大汽车 他真的压力非常大 好 那不只是这样压力非常大 后来他们官方 还po一个文件 就说 没有没有 我们许家印马上 还在主持这个会议 但是有人就说 对他上半身可能好好 下半身搞不好 他腿已经断掉了一个状况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 不敢站起来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 整个许家印来说 或是对恒大 就告诉你 中国的房地产 真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 对习近平来讲 那是一个不可承受之痛 今天也讲 iPhone郑州厂 富士康的外环管控 已经拿掉了 就代表这个外环管控 对富士康 对整个中国 对苹果 造成多大压力 因为刚刚讲的 今天华尔街日报已经讲了 现在库克已经做了决定了 现在本来 郑州富士康 他等于是在整个 八成五以上的高阶iPhone 是由郑州厂做的 下面我要宣布移出去 移出去到什么程度 40%到45% 要交给印度了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这一次的 对中国来说 最伤最伤的就是iPhone之城 恐怕完全的 你未来代工 不能完全独享 那过去一段时间 苹果的这个高阶的iPhone 比如说这一次的iPhone14 Pro 跟Pro Max 全部都在中国组装 但是经过这一次 那最近全球股市 不是在反弹吗 美国有两家公司 他只要跟中国关联很深 都很惨 一家都要做苹果公司 苹果 一家都要做特斯拉 特斯拉最近短期 短期还要创了 这近期的新低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宝贤 你再看这个状况 这状况就是因为 你看 这是这个苹果等待的 这个时间 你看这个比较浅的 就是发布的时候 那现在比较绿色 就是发布了第十周 你看到每一个东西 你看13已经等待时间 都大幅减少 可是你看14Pro 他等待时间还往上升 14Pro Max 等待时间差不多 也就是说 他缺货 他缺货 那为什么缺货 就是受到 因为你风控的影响 导致我整个 销售不出来 就库克很生气 库克就这样 好了 以前我就真的完全给你 他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 富士康已经享受不到独家 我未来会给力讯 还会给合索 两个 另外一个 他要求富士康 你也给我搬出去 搬去一度了 所以现在富士康也被迫要搬出去 所以以前说你要去搬出去 运渡是嘴巴讲讲 现在是真的逼他要走了 中国感染呼吸到这种 唯一样的气氛 为什么 就在他们发生 这个所谓的公运的时候 你就注意到 中国当时的这个党报 他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消息 你看 这是中国党报 叫人民日报 他在11月20号 他就说什么 这个苹果公司的生产机 他在称赞 富士康的这个郑州厂 郑州厂当时在发生公运 他居然这样子 这个说 他带动100亿万人的就业 他居然还这样说 他说富士康绝对不能够出去 所以他当时这样讲 所以他显然 他也知道说 经过这一次的状况之后 富士康可能真的会离开中国 这么严重 对好 那我们就讲 除了富士康之外 我们讲 连珠江三角洲这一代也是一样 珠江三角洲这一代 最近为止来说 很多工人不断的裁员的这个状况 你看 我们如果到处去网路上搜查 你看 这是段庄宇 他就宣布说 停产了 停产了 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捷银精密的五金 他也说决定要停产 所以在广东 各处都出现 所谓的停产的一个状况的出现 好 那刚刚讲到 现在让中国最紧张的是 你连广东广州都说 我现在没有钱了 现在广东跟广州 这些地方政府 居然是不讲 我现在没有钱给你 我打条子给你 我用欠条 那你说 如果连广州都欠钱 那还得了 广东才可以看出 整个中国经济的融库 那广东这一省来说 它2021年的产值 12.4兆人民币 超越韩国 所以它整个是一个省 抵过一个韩国 一个广东比韩国还多 就没想到你知道 事实上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昨天讲到 广东 广州目前为止来 广东目前为止来说 很多各地的政府 它缴不出钱 它要中凑西凑 跟人家这个借 银行借款一大堆 要付他们地方的财政支出不缩 你看广东还负责一个非常重要 他们有一个统筹调剂资金 这是什么统筹调剂资金 就是我们有很多养老金 养老金来说 你看广东是收最多 它一年可以收 5,788亿 然后它上缴 885亿 就是上缴到中央去的 就没有这个部分 今天为止来说 恐怕没办法缴出去 缴不出去了 缴不出去会有什么状况呢 那就少800多亿 对 那缴不出去会有什么状况 因为通常过去 中国的养老基金是这样 它的缴基金的 大省是三省 广东 江苏 还有北京是三大省 就三大省今年都完全 封控完全缴不出去 缴不出去会导致什么 明年恐怕中国的养老金 很多省会发不出来 年金发不出来 因为他们是统筹进去的时候 用政府来分配 就被它现在发不出来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因为 广东的经济出问题之后 整个统筹 类似我们的统筹的 这个分配的话 出了问题 会让整个中国的养老金 会发不出来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封控 他真的被封到怕了 他也知道 他经济出问题的时候 他现在做了非常多 不论是国外 或是国内的 非常多的让步行为 现在有个非常奇怪的行为是什么 说李嘉诚 现在把他的欧洲资产 特别是英国资产卖掉 卖掉干嘛 我要回到中国 我心想到个派去了 可是呢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要跑了 越多越多 中国人要有钱 要把自己的资产给移开了 移开到什么程度 当然我们先讲新加坡 另外一次 泰国 泰国居然冲了这笔钱 放宽了你的投资限定 他要 全世界已经很多国家想 快把这些钱吸到口袋里了 是没有错 因为光是以十二月溜海 讲中国的一天 光是打上移民 这样的搜寻 自荐多达一亿多次 所以你就知道 对于中国人来讲 一亿多次 所以你就知道 对于中国人来讲 现在这个移民 真的是个显学 还有另外一个数字 可以看出来 上海豪宅出现了一个抛售潮 怎么样抛售潮呢 很夸张 尤其是他们上海外滩第一排 就是翡翠这个部分 真的是一个豪宅 这个动辄都是两亿三亿起跳的 没有想到他们的售价 也是跌了大概三成左右 上海的房子 非常夸张 狂虎滩头第一排 是 然后呢 就是在短短八天 我们刚刚讲短短八天 跌了大概一千五百万台币 就是在这里 那你想说连 包括外滩第一排的房子 都呈现这样跌幅 更何况其他的 他们还说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景点 非常著名的一个 指标性的案例是哪里呢 就是在苏和湾 光是以艺人黄晓明来讲 他在这个华侨苏和湾里面 就有两套房子 一个是独栋的别墅 另外一个是顶楼附设房子 这个总一个房子 价值都超过三亿人民币的 一样 这非常夸张 十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在那个上海华城苏和湾的房子 本来是三亿人民币 对不对 竟然是最后拍出的价格 是1.9亿 少了超过三成 所以你就知道 光是连豪宅都撑不住 呈现一个崩叠的一个价格 你就知道 也很奢华 对你就知道 以上海的有钱人 真的是全面性的启动逃亡潮 那这个情况还包括哪里 就是曾经与香港 跟中国富豪家族合作的一个 欧洲律师 他就说 现在真的非常多的中国的富豪 都已经包包困困困的 要开始逃离了 逃离的地点 要去的地方 包括新加坡 还包括泰国 为什么要逃离 他说因为中国的有钱人 越来越担心什么 共同富裕 他说这个共同富裕 一下去之后 我们本来有资产的 现在可能被扒了三成平 所以很多人都说在一中全会 一中全会整个排版定案之后 大概整个上海的豪宅 平均来讲 跌了三到四成跑不掉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他们就说 他们现在包括 以泰国来讲 超级多人趋之若鹜 泰国在今年九月的时候 有提出一个新的措施 什么样的措施呢 就是提供给外籍 专业人才以及富豪阶层 十年的签证 跟税务相关减免的措施 你知道吗 从九月施行到现在 短短三个月 光是中国 应该是排名第二名 第一名是美国人 他们就收到1600分的一个申请 那他们就说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泰国 今年跟明年的经济 都持续看好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更夸张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发现 就我刚刚提到12月6号 光一天之内 他们搜索移民的次数 现在来到1亿多次 那比今年4月 4月的时候上海是什么 就我们都知道4月 这个他们有上海之声 4月之声 什么意思 就整个全上海进行封城 对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竟然搜索移民的次数 比4月还要来多 那大家都担心什么 担心习近平第三任的任期 可能这个共同富裕 这把大刀会挥向上他们 所以如果现在不跑的话 真的怕会来不及了 对不对 你在中国也有很多熟识的人 他们真的在里面 这么焦虑不完都想跑掉吗 对 应该说最近来讲的话 除了这个疫情刚好放松之后 很多都呈现普遍阳性 你知道吗 很多人又更想跑了 因为你知道 这时候不跑的话 什么时候跑 如果习近平在担任第三任 国家主席 也不晓得他会出什么怪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所以说习近平 已经让他们完全不可捉摩 不可信任了 是啊 因为你共同富裕 这个政策一直没拿掉的话 那对这些有钱人来讲的话 他们还好在海外有资产 你看马云嘛 马云在乡根过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回去的话不就是被冷静起来 所以对他们中国的有钱人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真正有钱人 有钱让你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 14亿人口当中 一千万人是真的是很有钱人 很有钱人 一千万人 对 一千万人 那一千万人的话 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占有 基本上可以占到GDP一半以上的 那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海外有资产的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就是政策不稳定性 政策不稳定性的话 他这些人不跑的话 那什么时候可以跑呢 所以对他们讲话 这些人到底有多有钱啊 现在的疫情 疫症已经放松了 所以疫症放松的情况之下 他们有抓到更多的机会 然后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很多其他国家 对他们来讲也都开放了 因为国境都开了嘛 像泰国很想你拿这些钱 是啊 那国境都开了 那我到那边度假又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共反其道而行 会设立那么多的海外警察站 要抓这些人回去的嘛 所以中共在想一件 你跑到国外也没关系 我还是有办法给你抓回来 所以这就是等于说 两边来讲的话都在较劲啊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他内部经济 急确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经济的这个停滞啊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就造成很多的经济活动停滞 很多人的收入都已经变得非常不好 那有钱人来讲的话 我想说我在国外来讲 至少可以度过余生吧 那我在国外来讲 所以这种心态跟马云 就会差不多一样 可是马云有护照 你有什么联合国 别人有这么好的东西吗 那都很好申请 这有钱就很好申请 因为第三个 第三世界的国家 很多国家都是专门在卖护照的 那特别像我们南太平洋 很多国家 那些为什么跟中国邦交 为什么那些人 那么喜欢中国移民过去 因为是卖护照给他们 但是过去之后 都会发生跟当地的民众 产生了这个种族冲突的一些问题 他不是一个说 我只是封控的问题 不是一个只是管制的问题 不是一个只是核酸检测的问题 真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吗 刚刚讲的 一个萝卜白多少钱 他们一清本来两块钱 两块钱最多三块钱 现在涨到了16块 快要17块 老百姓活不下去 那不只是老百姓活不下去 刚刚讲到的 外伤跑掉 我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对 今天这个画面 真的是吓坏了国际社会 和国际的资金 所有人都看到 英国BBC的记者劳伦 是被中国的警察 因为他只是在现场 在拍照而已 看到现在抗议了 结果中国警察把他当成犯人 要把他压在地上 而且还反手 戴上口罩 所以你押的是BBC的记者 对 把他压上手铐 把他反手 最后把他强押到警察局 然后同随形的伙伴 马上叫英国大使馆 理事馆来救人 最后救出来说 因为怕他得新冠肺炎 所以把他给强行押走了 这什么烂理 请问一下 新冠肺炎还要强戴口罩吗 不过重点不是这个地方 当国际社会都看到 中国是这样 对一支心严格封控 对国际记者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香港恒生指数 早上就跌了4.2% 而且一路往下跌 最后跌了2% 上证指数是开低走低 最终是下跌60点 66点跌了2.1% 人民币也跌 一样人民币也跌 重点是中国的科技股 一样在下跌 阿里巴巴跌了 沙迪巴巴 腾讯也跌 等于中国股市 国际资金全部在抽腿 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 刚才你说了 中国人民会发生什么事情 严格封控下去 营收是一路往下掉 我们看到营收成长是这样 黄线是营收 现在成长只能7.6% 企业都不赚钱 营收都没有的话 就没有工作 获利是一路往下跌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 现在在中国年轻的失业率 应该要到两成了 因为企业都不赚钱 营收再往下掉 当然不敢请更多的人 所有人都要解雇跟失业 不然你怎么活得下去 所以获利都快要清零 中国前十一月的 外资跟台商利润是减7.6% 中国的很多行业跌了更惨 暴跌92% 跌幅非常的惊人 等于中国经济 全部都在崩毁状况 因为都不赚钱 营收都上不来 这就是封控造成的代价 那封控造成的代价是什么 有钱人就不敢投资中国 我们都说巴菲特在投资台积电 很开心 可是我没有看到一面就是 中国在执行封控 跟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他在大卖比亚迪 他在大卖比亚迪 腾讯跟阿里巴巴这些股票 他把这些钱挪到我们台积电 我们来看南非美理集团 他一口气要把腾讯卖76亿美金 巴菲特买台积电才41美金 我们就高兴的钥匙 他一口气要卖76亿美金 所以腾讯就会非常惨 再来阿里巴巴 孙正义要卖340亿美金 等于全部都卖光了 所以他们怎么看中国 像达里欧 对中国是相当轻重的 他之前都说 中国的发展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桥水基金 一样在卖中国股票 达里欧说共同富裕 会赶走外资 那像这个老虎基金科尔 他其实长期是投资 中国的科技股 京东商城 他一开始投2亿美金 现在只50亿 结果他现在开始在卖中国股票 他说什么 因为中国 他看到七个人的 习近平七个亲信 进入政治局 他认为所有的专业技术官僚 都会被赶出去 没有专业技术官僚 中国变成一言堂跟独裁 而且这些跟全球对抗 跟勤力政策 都会继续下去 错误的经济政策一直往下 所以中国的 华尔街这些大户怎么样 大户一直在卖中国股票 所以大型基金275个大户 现在一直在减少 少了38家 少了20几家 甚至全部都在做空中国股市 所以就在美国 其实有一群人 跟中国的交情非常 那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一直是 美国的中国代言人 连他们都反了 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经济走不下去了 所以索罗斯的徒弟 梧桐基金的双半人 他认为中国这样 一直走下去 他开始把中国股票卖掉 甚至他预言中国 他要禁放空 等于他在狙击中国 经济跟中国股市 甚至他说 中国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 会进入所谓的 跟日本90年代一样 失落的30年 中国很难再爬上来 所以这些 所以这样子 其实中国也有感觉 所以这种恐惧 也在中国蔓延吗 对 等于中国很多台商 外资都不敢投资的话 这些资金全部都往外逃 谁还敢投资中国 那中国当然会走路 比日本还要惨了 失落了30年 中国的串起 除了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外 他搞了很多的社运 他搞了很多的学运 可是在这边 这一次最可怕的是 一开始我们今天早上提到 是51个学校的一个串联 现在已经升到了90几个了 这51个你说 你看了以后你吓一跳 这些都是重点大学 南京传媒大学 湖南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 甚至上海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甚至刚刚讲的 连清华大学都在那边 如果这些大学全部加进来了 那就是非同小客 对 因为这些大学都不是随便的大学 都不是阿萨布鲁大学 这些大学全部都是985 211 双一流的大学 那特别是什么 这些未来他们 以后有可能到 进入到政府 或者进入到共产党里面 当官的 那现在就是说这些精英分子们 现在这个学生阶段 都已经出来 站出来 然后来声援 要求习近平解除 这个所谓封控 他们是国家重点栽培的学生 重点栽培 而且全部都是高知识分子 不是一般的学生而已 所以如果他们 连他们都站出来的话 代表事态非常严重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激起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闷锅的概念 爆炸 突然间爆炸 那这早就有事有迹象 因为有很多很多问题 一直存在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像 比如说现在他们 网路上热搜第一名 就是什么 有一个人叫张珊珊 这个张珊珊很奇怪 她在全国有注册 35家的核酸检测公司 那这个核酸检测公司 就很奇怪 就是说 当这个地方 他注册完之后 过不到一个月 这个地方就爆发大疫情 然后大家去做检测 然后这时候 他这个公司又赚钱 所以这个不管是在他3C注册的时候 比如说3C他10月注册 10月爆发 合肥9月注册 结果10月就大爆发 零下注册之后 过几天零下又大爆发 所以就很奇怪 大家去调查说 希望官方给个交代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存在 这是发国滥财 还是发疫情财 那这种情况 其实在中国到处都是 哪有这么巧的 你去哪里注册 哪里就大爆发 哪里大爆发 就大需要大量的核酸检测 对 那核酸检测要钱吧 结果你看 中央撒手不管 要求地方继续处理 那些地方像上次李强 大家不是在学李强吗 学上海李强 那你接到 现在很多地方来讲 比如说深圳好了 他自己市政府管不了 他把他全力下放到区政府 区政府管不了 又把他下放到所谓的 街道办公室 那街道办公室 其实一条街 就至少好几十万人以上 那这时候呢 比如说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只要一人乃役 全部都封起来 然后全部在做检测 然后只要到检测到 才开始开放 所以这种做法 已经让人民非常非常厌惡 更何况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财政支出 已经爆发 这个严重爆发 有地方政府受不了了 因为地方政府来讲 今年根据前十个月的统计 基本上已经高达超出 百分之一百八十八的 这样的预算 这个在中国各地政府一样 而且你可以看到 所有政府当中 为了防疫措施 比如说我今天为了交易措施 可能增加了一千万左右人民币 或是增加两千万 结果为了防疫新冠肺炎的措施 或是每一个市政府 基本上都增加五亿以上 有的四点五亿 五的五亿以上 在干嘛 在做核酸检测嘛 我已经没钱了 我现在这个地域已经炒不下去了 我已经地域已经没人买了 我收入减少 我支出还暴增 是啊 那地方政府支出 又发生这个张三三这些人 那是不是刚好 就把这个钱 全部贿赂到一般贪婪的人 商人手上去了 所以这代表 是不是我们上下交相贼 或是内部来讲的话 地方政府又跟厂商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人民运生再到嘛 因为你扒的是人民的皮嘛 你用的是人民的纳税钱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 中国内部来讲的话 不是只有一般学生而已 连老百姓都受不了啊 所以现在你看 上街头抗议的时候 连中国公安 人民公安大学 这是我们警察大学的对口 你说啥 都跳出来 有一个老师喔 他告诉你说 你说里面有中国公安大学 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个老师 他说他没有像那个年轻人一样 有勇气可以上街头 但是他很欣慰说 终于有联系来上街头 所以他就以警察的身份 告诉大家说 这个政报警察如何来对付你们 所以接下来呢 你们要做什么 怎么准备工作 他具细名义的交代很清楚 比如说 教你怎么对付政报警察 对 他说政报警察 他讲 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师 看到各地的抗议此起彼落 深感欣慰 你们是时代的勇者 我没有那么勇 我没有各位那么勇敢 但是我可以从一个 专业警察的角度 告诉你们如何对抗政报警察 更安全的参加散布 然后我就把公安警察 所谓的政报形式 给公布出来了 对 他说政报警察 有很多政报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 是最常见的模式 所以第一排的话 会有所谓的前政队 然后后面有瓦斯手 有这个领导者 后面再有所谓的逮捕队 就是说等于说人冲进去 把你报超进来 后面会有人把你抓走的概念 所以他要求说 你这些的抗议者呢 基本上你们要摆阵列 第一个是说 你们要有所谓的 手拉手的情况之下 最好是戴N95口罩 再加上你的眼镜 涌镜或者是所谓的 滑雪的血镜 这样的话 就很难被辨识出来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身上绝对要戴长棍 这种长棍可能是哨把 有可能是什么其他东西 但是千万不要戴菜刀 因为戴菜刀的话太短了 随时被拉进去 随时被揍死 所以你要长棍的是来戳警察用的 所以你第一阵列的话不能戴长棍 第二阵列要戴长棍 所以第二阵列可以保护第一阵列了 然后来做往前推进 让警察自然而退 而且他们说 因为你的服装也必须尽量是穿黑色的 因为这帮警察穿黑色的 那大家来讲的话 他是代替公权力来对付你们 那你们也要统一性 因为抗议者他说都有正当性 因为你现在在核酸检测 他还有交战守则 所以你看到他交战守则 讲得非常的巨细民意 那告诉你说抗议者怎么来对付正报警察 然后呢他也建议说 千万不要去喊什么习近平下台 或是共产党下台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认为政治还没有成熟 但是他也写一个代书 如果说你们大家可以冲到中南海前面去的话 当然这也可以喊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竟然还是以这个减少封控 救经济啊 这个为主 但是如果真的大家能量大到说 可以到中南海去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推翻习近平的话 大家也可以这么做 所以你看到 连这个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 都已经跳出来 然后讲这些事情 可见来讲的话 已经很多人看不惯下去了 好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现在中国干嘛 我大家都在推责任 我现在什么 中央我说推给省市 省市不行我就推给市 市下去 我们接到委会丢给区去处理 搞了半天我从来没有承接这么大的责任 我从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 我干嘛 我所有事情我给你做到极端 做到极端以后 本来都什么时候了 封控应该要开始解开了 没有 越管越严 而我中心讲的 富士康 富士康就是这种 层层的推诿责任 刚刚讲中央不管 中央不管就丢给了这个河南省 河南省不管 就丢给了郑州市政府 就郑州市政府乱搞 所有的倒霉市 富士康都要买单 宝姐现在局势真的对中国来说压力非常大 第一个你刚才提到 层层的政府大家不愿意管 再 现在在换届过程 换届新冠还没上任 所以救了官员他也不想管 反正现在留给新冠去管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可以说是 几乎是没有人在管 这是一个亲黄不见的状态 那好 我觉得呢 接下来中国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他可能会同时面对到什么 学运跟公运 两个搞不好都会同时爆发 这么严重 为什么这样 我们讲富士康的消息现在越演还没有 还要平息啊 为什么没有平息 那这一次富士康付出了多大的惨痛代价 因为呢 这个荷兰省政府被人家骂之后 他就说啊这样啊 我们来自什么其他省份的 什么浙家 什么贵州的啦 这个四川的啦 还有山西的 我们都不要 我们把他送回去 他们结果昨天他们出动26加巴士 载回什么 有苏州的 所以他们就载了870个人 从郑州了 一路开车夜袭到徐州去 然后徐州就把他丢在那个地方 丢在徐州 你知道 这个江苏省政府就很生气啊 他们这样 11月25号的河南市的这个所谓 郑州市的这个组织 搭巴士 再数百名富士康的员工来 他还没有通知我们呢 他说没有通知我们 然后就送过来啦 就怎么样 因为没有提前工资 他们就来了 来了之后你知道 这个在徐州市当地人 他们都全面 全副武装接那些人 就接那些人 因为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 隔离去之后 整个徐州市因为这样 整个疫情往上升 你觉得徐州市 这些民众会怎么抢 那你们富士康在搞什么 不是欸 你说我们但是上下推 我现在还左右推 对 今天郑州丢徐州 对 所以还要再丢来丢去 当地民众怎么想 所以我才说这个 会越演越烈的状况 就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被隔离的员工很不开心 他们在那边抗议啊 那抗议我就说 这个所谓的富士康 这个郑州厂 只是个示范 因为为什么 老杰你知道 现在深圳厂也开始乱了 深圳厂 因为很多人被骗到 这个啊 就是我们缺工 我们缺工的时候 然后于是你就从这个深圳 支援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郑州去 就现在功能够了 他们就回来 回来之后没有领到钱 没有领到钱 他们被隔离起来 被隔离起来不爽 他们就说 当初没有给我那些相关的费用 他们现在也开始在乱 他们回到这个深圳 都开始抗议 他们要包围厂区就说 哎 你们我们当初的 你们要求那个所谓 郑州厂 離职员工可以给1万块 我们也要给1万块 结果你知道 现在我跟你讲 现在最惨的是什么 很多工厂全部都看到 他们都说哎 大家都要比照办理 为什么他可以拿1万块 我们不能拿1万 因为现在中国再过一两个月 就要过年 过年我回家可以理1万块 我为什么不要理 所以现在开始 所以大家都要钱 大家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一个星星之火 现在开始大家已经开始不爽 开始这样比照办理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 就你知道 富士康回家的这些员工 他们第一个时间没来 被人家送到医院 他们反正你现在是 从富士康回来 回到哪个省市 哪个省市 就隔离 就出动人 然后你来 刘宝洁你从富士康回来 我就把你抓去送医 所以现在整个 你知道完全 因为清零外面 大家完全失控 根本不知道在搞什么 搞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 完全是一团混乱的 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 叫什么 扇门难开 你讲我把他做好事 我多给你1点钱 开玩笑 这个扇门一开 一堆人给你要钱了 所以我就讲 不是只有学运 事实上工运 有可能会接下来 每个工厂都串联起来 跟你抗议说 你要给我钱 那你怎么办 不换管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整个 中国大陆的状况 是相当严重 那更惨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苹果也在看你 现在所有的外界的代工厂 都在看中国怎么处理 结果你现在处理成这个样子 那苹果现在已经很头痛 在这个 从黑色星期五到现在为止 苹果没有办法买到任何的 Pro跟Pro Max的手机 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在中国 都出现大断货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现在整个搞的 这个 这个苹果的库克非常头痛 他说光是这个振州厂的iPhone 减少至少三成 而且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大家完全不知道 那你知道你在搞了什么 富士厂现在只有一支加钱 那他还加了5.6万 就是你回来 如果我们给你1.3万的这个奖金 那另外还有什么 如果你只要正常出行超过21天 就可以领1万人民币的奖金 一直加码 保险这又开了一个大大的 这个坏的示范 大家都比照你这样办理 所以我才说嘛 这一次经过富士康事件的时候 对中国的工人 或是对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要产生 而且他们现在有个薰的数据是 中国前十个月外资跟台商的利润 减少了7.6% 我就讲嘛 事实上紧接下来对中国来说 压力更大是整个经济 你看整个工业利润来说的话 是大幅下降的一个状况 它年减的幅度是 年减的3% 另外一个台湾还有港澳企业来说的话 你看他们整个获利都是大幅衰退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很多的这个 在中国分类的41个工业项目里面 有超过一半 22类的这个利润是往下滑的 那你跟我们讲 现在很多厂商都已经开始往外移了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的这个情形来说 对中国实在是 除了他们可能爆发的学运跟工运之外 整个中国经济也在快速的滑落之中 好 董事长 没有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已经遍地烽火了 所以非常意外 就是搞一个动态清零 对 把自己的国家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 折腾真的 这个非常少见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根本就是 本来就是无事生非 对 这个是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事情 现在搞成这样子的话 所以全世界的这个观察家 都在评估 看看你中国政府 用什么本事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上一次六四天岸岸事件 对 坦克车来 开枪 军队来 开枪 这一次你看你会不会开枪 他这一次说 不开枪能够解决问题 那表示他在进步中 对 但问题是这个事情 到底那个停损点 停损点在那里 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大家还搞不太清楚 可是他原来他有个政策 叫动态清零以外 另外有个共同富裕 他搭配这个事情 那共同富裕里面 他有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 就是大众食堂 因为他这次清零了三年的结果 你知道什么结果吗 什么结果 所有的大陆小卖店 路边摊 夜市 通通倒闭 都挂了 这不可能嘛 你怎么可能出来吃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这个时候 难怪刚刚讲的 那个超人哥讲 物价沸腾 你是直接涨了八倍 九倍 十倍 这么多 就是以前你可以开个小卖店 你可以开个路边摊 可以煮个面摊 对不对 那你现在怎么弄 清零 通路都没了 根本也没有客人 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出来做 最一般的在中下阶层的一些 所及小的消费的一些的行业 全部倒闭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推出共同富裕 然后去给你搞大众食堂 大众食堂给你进到社区去 其实他有一点技术性的 在替换这些小卖的小卖店 对 然后小卖店呢 他变成让这些人来共同 大家一起在这边吃饭 然后用很低的价格 对 那之后会变成社区 有一个共同食堂 对不对 这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就把原来的这个 已经没有的这个服务 提供回来了嘛 还有一个 大家互相认识对方 有什么好处 互相监视 是啊 他搞一套 就跟以前的人民共资的一样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搞合作社 也是小卖店也倒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推出共销合作社 所以就把文革那一套 全部拿回来了 他在文革之前的那一套的 大躍进时代 他这两个措施下来的话 希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1978年到2012年 这习近平揭示之前的 34年中间了 他已经是一个 逐渐逐渐 到达基本上完全自由开放社会 没错 现在把它说回来 说回来 现在就是这个结果嘛 你收了三年 你用这个清零的理由嘛 现在你真的要开始 要硬干的时候 现在开始反弹了 这个反弹 他怎么处理 这是考验一个政府的 能力的问题 你没有能力处理的话 不是说你明天把它开放就没事了 你明天开放 你的尊严核在 你的失控怎么处理 而且马上进入你刚刚讲的 就是有进入两个会开始 是 对不对 所以你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我要把你自由的部分回收掉 可是还有一个麻烦在哪里呢 它商业部分 它现在连GDP是 它的GDP是17兆美金 对 17兆美金是什么概念 以前中国的毛时代 是一个大家一起 均 均 均均的社会 很好处理 对不对 只要吃得饱就好 对 还有二点没关系 你知道吧 反正中国人 也几千年都吃不饱了嘛 现在从 可是你这个问题 他到今天来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习近平碰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变成他 他在回到 不是说回到毛时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已经有了权利 你要把我回收回去 我已经享受的待遇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他虽然是推给地方政府 可是最终最终 中央政府的这个权威感 能不能够搞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商业部分 因为你商业部分你已经开放了 你的17兆美金全部回来了 已经赚17兆 你现在把人民自由限制的时候 你商业要不要限制 对 商业限制的话 你的17兆就不见了 没了 所以他这个都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政府 第三届 第三次的二十大 要面临到的一个重大挑战 而且还没有开始碰到这些事情 后面都不知道怎么样的善重 从三月开始 是 整个中南海氛围就非常的诡决多变 没错 之前想看 哎 竟然有一个客观评价习近平的文章 可以把它登出来 虽然后来下架 对 可是这种文章 这一段时间怎么敢登 更不用讲 华尔街日报不断 因为华尔街日报是大家目前认为 就观察中国政坛最有公信力的媒体 是 他不断地去讲习近平受到了挑战 更不用讲 李克强他最近的能见度 对 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最近二次 连世界日报 对 世界日报都讲高举经济牌 反习的势力 成军 代表 从王岐山李克强朱镕基的一棒接一棒 对 真的 让习近平认输了吗 华尔街 习近平在位这两任的这个总书记以来 面临到现在是最大最大挑战的时间 最大挑战 因为这个反习的这个势力呢 在他从三月开始极端清廷之后 完全集结起来 而且这个势力呢 大到你可能无法想象 因为什么 过去三任的这个国家的总 这个总理全部都集结起来 我跟你讲 朱镕基你看朱镕基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首先发难 要求了人家 要习近平呢 你要好好的检讨你的相关的这个政策 紧接下来的时候呢 那去年的时候 温家宝就已经发难过了 现在李克强突然之间 他又活过来了 三任的总理一直 一直不断的站在习近平的另外一边 那你根本不用讲 非常这个敏感神经的王岐山 他在五月十号 见到这个文在寅的时候 居然用他他他他来形容习近平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我们最近的报导 华盛顿时报说什么 他说在五月初的时候 当时中国中央的这个高层 开会的时候 曾经有要柔性政变 要求习近平交出总书记的位置 让李克强来担任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你才可以合理解释嘛 五月初发生这样事 为什么五月十号 王岐山会说他他他 为什么五月十五号十六号 新华社会看出这个 就是因为有发生这个政变这个事件嘛 当然习近平或许是挡住了 但是这个党内的力量 应该让习近平感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不是我最近要是世界新闻网 这是联合报的海外办 是 我也在联合报服务过 基本上 他们是对中国相对友善 而且对中国的情报相对是比较熟悉的 是 连世界日报都讲 高举亲戚牌反习势力成军 而且刚刚讲里面 五月十一号的这个活动 他也有转述 他认为说 近乎政变 没错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 刘浩的讲话会特别不寻常 为什么 我们让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其实打压政敌一个非常重要 除了反贪腐之外 就是打压政二代 红二代 就是追杀那些平台 滴滴 阿里巴巴 腾讯那些 后面的力量是谁 后面力量都是过去的高层 我把他打下去之后 然后后来我国进民退 收遍所有民营企业 用这样来收拢势力 但是讲 刘鹤今天说什么 他们要支持平台经济 然后民营企业要持续的健康发展 他把这两个过去斗争 红二代跟富二代 最强的两个政策 全部把他拿掉 习近平不是认输不然是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说 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发展 我们外行人看不懂什么意思 是 这两个刚好都是打脸习近平 是 这两个都是习近平 过去打击政敌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退了 那这也就是反习势力要你的嘛 所以你现在退下来 所以简介 这一次的双方的这个反习派里面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 他已经让习近平出现了 妥协的这个状况了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整个双方的攻防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是 从3月开始 刚刚讲的客观评价习近平 已经开始质疑了 后来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海外人士 不断的去丢出不断的讯息 更不用讲 华尔街日报 先是讲中国经济议程收缩 暴露习近平权力裂痕 更不用讲 还把李克强角色给凸显出来 接下来 连人民日报 都全文刊载李克强的文章 而且实际上 深圳的这个决战 是从今年的3月开始 可是实际上这个伏笔 保险 我跟你讲 从去年就埋下了 去年第一个发难的 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第一个发难的 其实是温家宝 温家宝在去年5月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我的母亲》 他讲了什么 他说我怀念 我希望我认知这个中国 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中国 他其实是在暗讽习近平 那篇文章下了 出来没多久 马上被下降 他就开始在批评习近平 温家宝 所以二月 今年二月的时候 就有个四万支的 客观评价习近平 开始在中国网路上传 紧接着第二篇文章 叫做《霍国殃民的习近平必须下台》 文章越来越强硬 紧接着在3月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就直接报导 他就说朱镕基要求要 习近平好好的反省 你的路线完全是不对 他是集结所谓邓小平的经济路线 来反对习近平的力量 所以他是邓派人马大集结 所以为什么温家宝会出来 因为温家宝他其实也是 这个邓小平的路线 所以朱镕基也出来了 这两个已经串联 这两个都是担任过中国的总理 紧接下来的话 你看李克强角色就出来了 李克强开始公然的 一直在跟习近平唱反调 紧接着在5月的15号16号 他不是登上人民日报跟新华网吗 他又报的 人民日报 人民网居然又报说 李克强同巴基斯坦总理通话 这是外交失文 而且还登上人民日报的首页 所以那很奇怪 而且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刚好17 18号的时候 都没有习近平的文章 但是李克强还有这个汪洋 还有栗战书都有出现 虽然没有习近平 但是有这些人的这个身影 而且我今天一个朋友跟我讲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人民网是讲李克强他接电话 在哪接电话 在中南海的紫光阁 他说紫光阁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的 紫光阁等于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跟国外在联络的时候 重要场所 这过去李克强能进去吗 所以这就是一些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动作 好 结果这时候 胡叼盘就出现了 胡叼盘又来了 他就说他在微博上讲到这些事情 他就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要跟上这个信号的话 抛弃怀疑跟彷徨 拥抱新的机遇者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新的机遇者 谁是新的 习近平是旧的 那什么叫做新的机遇者 而且什么叫跟上这个信号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这里面来说都告诉你 中国内部现在真正处在一个 非常激烈的斗争环境 那你说习近平有没有反击 当然有反击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 会有这个文章出来 你就完全理解 为什么中办要发一个叫做 加强新时代 离退休干部的党的工作 党的建设工作 因为他其实要求那些人 不要用你的职位谋求 他其实点名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叫做朱镕基 另外一个就是温家宝 而且他自己不是这样 你当过党的领导干部的人 所以这就是非常清楚 他就是针对他们 你们觉得不要讲话 好那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时候中国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他出来突然讲话 没有他的事情 他就突然出来说 要党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战斗 坚持两个确立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没有事情 你干嘛要出来支持习近平 此地为三百两 也就是说双方在互相斗争的时候 军方出来表态 说我支持习近平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现在牵扯到的斗争人数是非常非常多 就像以前我们在台湾讲说 当这个政党要喊 巩固领导中心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领导中心出现问题 要巩固 现在要两个确立的时候 确立习近平同志的党的核心 全党核心地位 确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地位 就代表这两个要确立 就是他没有那么确立了 这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大概跟大家统整 以经济为核心的所谓过去的 总理这些人士在反习 另外一个中国的中央宣传系统 似乎是有些导向的 不是习近平这一边 所以这个力量很大 习近平承受不住说 要这个军方出来说话 那同时他也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让步 我在平台这些方面 我松绑 另外一个国际民退 我也不要 用这样来换取这些势力 看能不能有一个妥协的这个状况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 要去斗争他的这个势力 是一直在集结 一直在活动 甚至还传说有暗杀这个行动 可是习近平都挡过去了 而且对他的政敌 进行操价动作 可是这一次 为什么压力那么大 因为大事不对 因为大事是整个中国的经济 因为清零的关系 因为中美对抗的关系 甚至因为俄乌战 俄乌战战 战错别的关系 他受伤惨 对也就是说 其实去年的中国经济 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 相当相当糟糕的一年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以前四月的零售销售 衰退了11个百分之 原本市场预估是6.6 工业生产值来说的话 是跌2.9 另外一个城镇的固定投资来说 是年增6.8 都不如市场的预期 三驾马车同时熄火 再来就是失业率 他们失业率的重量是6.1 然后16到24岁的 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2 都相当相当严重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告诉你 相当相当之不妙 另外就是说 因为你估计不是打 打这个所谓阿里巴巴 打这个腾讯 那阿里巴巴被他打了多惨 阿里巴巴在最高点的时候 曾经有298块美金 在美国挂牌 就像他被打到90块 你就知道这里面损失了 到底是有多少红二代富二代 他已经怀恨在心 然后另外一个腾讯点是一样 这些都被你瞬间打掉 然后这些损失了多少工作机会 那些人都是在怨恨习近平的 但是因为他们过去 没办法集结起來 但是现在有人出来集结的 也就是说温家宝 还有这个朱镕基 他们都出来了 所以当然能够一呼百露 形成一个非常巨大力量 打向习近平 而且我们看到 今天有周刊的报道 才知道这件事情 对这个清零 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 等于说我们的NB工 NB的这个公司 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刚刚讲什么人保很多 人保整个衰退百分之四十七点三 广达衰退三十九 伪创衰退二十七 不用讲华硕 宏基 都是三十九三十六 事实上我们就讲 这些公司 宏基 华硕 人保 广达 伪创 都是中国大陆非常大的 创费公司 你知道因为外销 都有很多靠他们 你看营收衰退的幅度 都是三成到四成左右 你从这边你也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 一定是相当相当是不妙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以台湾也是受伤惨重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日本就报道 他说今年的苹果 一定会受到影响 包括说你看深圳 深圳占总共 苹果的这个生产的百分之二十 包括说像这个上海 昆山这个也是百分之二十 还有郑州 欸 这边现在都在 有的在封城 或是有的在封锁的状况之下 苹果也受到影响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受到影响 那当然全世界经济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我们就讲 只连上海的这个汽车 销售量都变成零嘛 所以他现在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当然你需要一个转折的时间 那转折的时间 刚才保杰提到了嘛 达里欧 达里欧开始在买这个 所谓阿里巴巴的股票 突然之间他在买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对中国也非常了解 他显然已经得到一些所谓讯息 中国可能会有这个 转向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 这个刘鹤果然就出现一个 转变对象 所以显然 这个所谓反习的势力呢 真的 就是压着习近平不得不出现 一个妥协的状况 好 董事长 刘鹤现在这个谈话 真的非常难闷熟 按照刚刚事通解读 前面的两句话就是 支持平台经济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这个 现在习近平这段时间 我打的阿里巴巴 打的美团 打的滴滴 这些东西都是平台经济 结果 没有想到你现在要去支持了 另外就是我要国进民退 现在我也要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 面对排山倒海 经济力量的这些压制 他难道必须要妥协吗 而这个妥协 不是嘴巴说就算了 接下来的北戴河 接下来的二十大 会有更惊人的发展吗 要看这个事情的话 要从一个比较宏观面来看 习近平的这个主导的 共同富裕的政策 目前来讲的话 碰到挫折 非常具体的转向 转向两个很简单指标 就是华尔街日报所讲的李克强 要修复中国经济 对 为什么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中国经济的引擎 目前是什么情况 已经熄火了 那这个熄火 如果引擎不能把它启动的话 全球经济受损 却已经是被摆明了 就是这个样子 今年估计大概是大概是全年统计 可能三点多了 三点多的话 然后这个对整个全世界经济 都是很大的伤害 而且明年会更惨 因为看不到未来 所以为什么今天刘鹤 出来讲这个话 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的政策面 提出的一些的说法而已 但这个说法完不完全 并不是很完全 但是这个说法已经跟习近平前半年 或是一年前 他对这些平台经济的打压 提出一个反正的一个 反面的一个论述了 这个有一点好的现象 但是好现象 所以你说现在整个中概股 现在开始整体上调 大涨了 上调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应该 我认为华尔街日报 还有更多的资讯 并没有公布出来 因为他不会那么笨的 随便你刘鹤一句话 就上调 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很重要 一个事情 他讲了一句话 你看到没有 他支持数位企业在国内外 资本市场上市 国内外 国内不稀奇的 国外 我问你滴滴 这个当时的滴滴 是怎么回事 被打 被下市了 拉回来 拉回来把你干掉的 多少人损失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日本 那个 污染衣 对 这几个投资银行 通通都惨败 在里面赔了千亿美金 死了一年片 那现在为什么还有一个资本市场上市 代表什么意思 中间有一个很大增值点 你记不记得 要什么 要美国的政交会 政交所要求要能够去 中国实体查核 实体的查核 这个实体查核的动作 听说最近双方确实已经有找到的妥协点 所以现在中国市场愿意 中国政府愿意开放 这个开放两个字代表什么 就是市场开放 这个开放两个字代表的是跟习近平的这个自力更生 跟共同富裕 完全是背道的事东西 所以这每一句话 那习近平之前不就摆做工了吗 不是 我因为习近平也被逼得没有办法 被逼了 很简单 我们同意一个事情 经济垮掉了嘛 那经济垮掉的理由很多 其中包括你习近平的反贪腐 还有你跟你长期的斗争的关系 把平台经济打挂了 平台经济打挂 后面就是派系斗争打挂 把所谓的白手套也打死了 对不对 后面的这些各派系的这些正二代 红二代都完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已经完成这个目标了 对不对 可是经济挂了 那经济挂现在怎么办 习近平现在知道问题大调了嘛 他现在才知道问题大调了 不是 问题还有更大调是内忧外患 他在这个同时他得罪老美嘛 老美非给他死不可 以前在上半年的时候 老美还没有那个力量嘛 可是现在美国人又不一样 因为俄国垮掉了嘛 对 俄乌战争的形势呸变嘛 让他得到在跟俄国的联盟 这个力量在讲 他走错这一步路 他没筹码了 没筹码 不但没筹码 还被美国人扣到帽子嘛 所以你跟俄国人合作嘛 所以他这些总账 这些都是让你整个经济 跟你的整个 你的国家的布局 陷入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可能性嘛 那这个危机要拔掉 只有一个一个情况 就拔掉把你习的力量拔掉嘛 你就把这个东西拔掉 所以我上次提到说 当王岐山去这种高规格以 他做国家领导人去参加一个 文在 过去是副总理籍的一个总统的 就职典礼 过去没有那么高 他去干什么 他就去跟美国朋友去交换意见 交换情报嘛 要告诉你们说 我们内部有些什么 有改变 他的改变的正确讯息 一定要从他嘴巴里面 直接告诉关键的美国人 美国人听到这个消息 才能够直接告诉给拜登 这个东西才会正确 他如果经过什么媒体传播 那都没有用 不相信 他一定有非常精准的资讯 有告诉了白宫最高当局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整个动作开始 在动的时候才有一个合理性 我不认为说习近平的位置 会有受影响 但是李克强的位置是提升了 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不用我们再讲 李克强如果起来的话 挺住 表示这个指标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自由开放这个路 会走一段长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习近平能不能够 一个人前刚逐断 已经开始被挑战 这不见的事实